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婉婉 歡迎你收看台南鄉情景 台南鄉情景這個節目是我們台南市政府製作 最主要是要讓我們鄉親朋友 大家對著我們台南市政府 國教主義的業務做一個了解 當時也要跟我們鄉親朋友 來報告我們台南市政府 最新的組織和活動 歡迎收看 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是我們台南市 水患自主防災的一個社區成果 這個一開始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貴賓 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局長 邱宗川局長 局長你好 王先生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局長 今天很高興我來做這個節目 來跟台南市市民來解釋 就是說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 自主防災 為什麼要有這個自主防災 我們一個多久跟大家報告 是 秀先生喔 我們像掌聲鼓勵 今天喔 我們當然錄影的時間和播出的時間不一樣 今天早上 那個天氣喔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出團在頭喔 他說我跟局長學了一句台語 叫做青江湖 以前我們說強將語 強將語用專門講 台語喔 我就不太知道怎麼發音 他說我們局長跟我說 叫做青江湖 那我還要說的是 我上個禮拜天喔 0602 剛才6月2號那一天喔 會中島 我在想有的 鄉親朋友可能不記得了 不過一天我運用做青江湖 那天我剛好人在外面 哇 那 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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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 我剛才聽了我們局長在解釋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如果啦 平常是一種浩浩的位 十分鐘 你說八毫米 都會做大水 哇 可是那一天喔 人口說二十三毫米 對 在那個 南西公整天漏一百七十八毫米 照理說啦 那都要做大水 都要做水災啊 可是喔 我們這幾年喔 因為我們製水的這個成果 哇 真的是喔 非常的好 讓我們的鄉親朋友 像這種擠江湖這樣漏漏了之後 沒有相安無事喔 這是我們最開心的一件事 因為畢竟喔 我們台南西以我們的地理環境來講 呃 渴海比嘛 還有很多的地方 它的地勢地瓦啦 啊 問題中中喔 其中在做大水 那麼這幾年我們的這個治水成績 可以說喔 給我們民眾喔 真的有做親的這個感受 我們知道喔 我們台灣四面環海 而且喔 每一年到五六月就是梅雨季節嘛 啊 來七八月就是紅台幾個啦 那麼 差不多四五月五六月六七月 這個時間喔 都市場在漏漏 有時候呢 像我們說的這個強降雨 剛才我說的 這個青江湖啦 還有這個紅台湖啦 哇 什麼時候要來的 我們都不知道喔 有時候這個湖 如果漏漏太大 哇 做大水 那麼我們生息的就是 我們的一些 這些 財產喔 我們家裡的一些 這些東西 有時候淹水的關係喔 哇 都要做廢耶 啊 我們就要買新的喔 要花很多錢 那麼我們這幾年 啊 市政府這樣 一直在把我們幫助 啊 讓我們在 治水這個方面 我們看得到 很好的這個性質啦 那麼今天我們要說的 就是 自主房災喔 這所謂的自主房災就是 我們一些社區 或是民眾 自己在家裡 我們不可以像科技政府啦 當然我們自己有些 我們自己有辦法做的 我們自己 所以喔 也要做一些防範啦 那麼 加上市政府的一些主員啦 還有他們的這個設備啦 市政府的這個設備 這樣喔 相輔相成 可以把我們的這個 水災 我們的水販這樣 把它根除掉 那麼我們今天請我們局長 我們水利局局長 邱中川局長 就是要來跟我們鄉親朋友 來講到 這自主房災 我們社區的這個成果 那麼要請教我們 局長就是說 當然啊 目的已經是要 讓我們這個水災的 這個機率降低嘛 那麼 是不是跟我們鄉親朋友 來做個說明 當初我們市政府的一些 思維 或是說一些 這個目的好不好 是 是 謝謝主持人 一定很常識 跟我們台南市政府說 說在抵制的方式 都說過了 我們市長 上任以來 是 很常識在抵制的方式 所以他有提出三幾件 三事件 第一事件就是說 我們要把那個水溝 把那個排水工程做好 對 他不可以說 因為瓶頸段會淹水 第二事件就是說 我們要做這個抽水戰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台南地區 以前是台江內海 和稻風內海 所以第一事本來就很低蛙 所以很容易淹水 所以你 如果排水系統做好 但是 那個強將以來 剛才出事人說 很健康好來 也是要扣水戰 然後 第三件 第三件 就是 我們要做一個制風池 對 你擺錯之後 就要放在制風池裡面 我們有通過 我們台南鹽水面積佔全國三分之一 所以在你剛才這個鹽水面積 我們要怎麼放棄說沒有鹽水 其實上來講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市長有要求 一定要做得到 市長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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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很精準 我們就知道這個工程鋼營總是有一個極限 我們超過這個鋼營的保護程度 就是會積水 或是會稍微鹽水 現在我們要來改善 這就是說我們今天來講 我們工程做到已經窮一切的手段做了 但是在地勢很激的地方 也是會過鹽水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要靠我們非工程手段 什麼叫非工程手段 就是說我們今天講的自主防災 就是說我們自己叫自己 不是說在那裡 水來找不到路就不可以了 因為水淹到你們家還叫市政府來給你負水 對啊 你要自己負水 要預防 所以我們要預防說水淹在家裡 所以我們有一個自主防災的這個成立 就是說來諷據說我們自己的水淹 我們家淹水 自主防災設計就是這個目標來成立 是 那麼我們這個社區 這個防災 本身 他自己要具備什麼條件 不是說我說要防災我就要防災 一定要有一些具備條件 我們平常是這樣 自主防災設計要成立 政府都有考慮 因為我們的財政還是有限 所以我們就針對說 有三個條件 這個地方我們會來成立自主防災 第一條件就是說 這個西修時 路火龍超過500mm 這個很怕人 這個不只釋放 這是一連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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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條件 第二條件就是說 我們這個地方、社區 百喝過水 也喝到很慘 所以我們要自己就自己 所以自主防災設計 第二條件就是這樣 是 第三條件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哪有意願 我們理長、社區的主委 就是說我們的頭人 我們社區要自己就叫自己 你自己有意願 你如果說沒有意願 我們就很想成立 所以我們這個三條件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三條件 第一個天前條件 六、二十四休息、六、五、八、三、二 這就很怕人了 第二個條件就是說 這個北極鹽貴水 他現在已經吃了什麼 第三條件就是說 我們自己有意願 我們用這三條件來成立 這個自主防災設計的條件 是 那麼請教我們局長就是說 剛剛我們說的這三條件 現在有多少人已經來加立了 再來就是說我們這幾年 我們推動的這個情況好不好 我們這個自主防災 因為我們 第一就是說 我們剛才有符合這三條件 我們自主防災設計 我們目前台南市已經有四十五個了 近年喔 近年又再加三個了 包括李永永、西港 都有啦 英空也有 這還加三個下去 所以近年就有大概四十倍的自主防災設計 我們這個做了好不好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得獎了 喔 掌聲鼓勵再一次 得獎幾個 十七個中獎 四十五個裡面有十七個中獎 我們總獎金 我們種子社區 那個水利數的半二十萬 一年二十萬 這個小區 那那個特幽的十八萬 那那個優等的十萬 我們加價的 我們古年 通常有十七十五萬 那當時市長說 欸 水利數有半這中獎 市長也要半 市長說我加碼 加碼加碼再加碼 所以市長就說 好 你的種子社區 我就加兩萬塊 好 那如果那個 萬塊而已 那如果那個優等的 就是加一萬 再來就八千 反正說 我們市長有加碼 鼓勵大家來做這個自主防災 因為我們這個自主防災 我們可以說 我們自己叫自己 也不是說 大家很忙的時候 還來叫 對 全民一起來 對啦 因為畢竟 防災下火要下火 你又站在那邊 變消防局我來叫 你就是自己要主動 市政府幫我們 十三天協助 是 剛剛局長說的 因為這個得獎 當然那是一個精神鼓勵 那是一個 自己鼓勵 市政府 我們市長也加碼 自己鼓勵 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來鼓勵這個社區 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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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來叫自己 不用說 現在喝水了 喝水了 喝館的時候 走走不走 變成 消防局 派人來救 對 這都讓我們社會支援 有時候就是 我們自己 先有那個勵力 自己自救 是 就是這樣 是 請問我們局長就是說 我們這些社區 這些防災社區 應該要有什麼勵力 就是說 他們要在水災發生的時候 可能需要做一些什麼任務 是 我們平常是這樣 我們自主防災社區 我們首先就要行教育訓練 先要講教育訓練 因為我們 我們平常都有這個災害的關聯 所以我們就要教育訓練 所以我們就要 做水災進行 我們就要準備 我們要準備什麼 第一就是說 我們就要有意識 說什麼時候的漏大火 這個漏大火的時間 是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要有那個 看這個 地方氣象的氣象 再來就說 台南市政府 有一個水情APP 這水情APP 很好的 隨時你都可以去看 看他會給你預測 什麼時候的漏大火 什麼時候會做水災 他都跟你講 所以我們這個災情就是要準備 除了你知道這個氣象的 最重要的就是 你說 你要有那個防災設施 我們台南市政府 水利局這面 有準備很多的防水擋板 防水擋板 就是說你做爪對進行 你就先到我們家的門口 要擺擺擺擺擺擺 這很方便很輕 我們以前都用什麼 用沙包 對 沙包很不方便 很重 你現在就要 擺擺擺擺擺 我們現在不變了 市長 為了先進的防水設施 所以特別去買這個防水档板 放在窟口罩這邊 媽媽拜託窟口罩這邊 說我們第一瓦第一瓦 容易淹水這個 你就趕災潛的時候 你就趕它噴噴下去 他明明說 三個月沒落頭後的時候 就靠靠靠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要落頭後 我們就把他擺擺好洗 這個水就不喝起來 這是災潛的準備 再來就是說 我們萬一如果說 正經燕豆子燕到這樣 我們不要走下去 我們要有撤退 撤退的地方 撤退的地方也要傳得好 看是客戶 或是廟 或是可以避難的地方 這個避難的地方不是去就好 我們去要傳什麼 傳食物 水 還有油片 這些都要屬性就要準備好 所以在線的準備很多 這些都要告用 撤退路線我們都去 不然你現在水來 你向後不知道怎麼走下去 烏托桑也瘋瘋瘋瘋 也不行 所以我們就是說 我們這個撤退路線要怎麼走 什麼人要帶什麼人 要怎麼走 要用什麼車椅 要用純 這都有準備好 我記得我們小學以前讀書的時候都會做防控演習 這樣我們躲在那個桌子底下 像現在有一個防震 現在比較適合做的防震演習 像我們這些防水災 像剛才我們局長在說 那有一些可能要事先都要先計畫好嘛 不可能說落後來的時候 比較好要怎麼 那時候已經大家都不知道要怎麼做了 那我們有一些可能事先要做一些演練 像剛才我們局長說的 要做一些教育 那是不是很少部分 也跟我們的鄉親民做一個說明好不好 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這個災情準備以後 災狀就是說 我們現在做倒水的時候 我們要趕快來處理 趕快就是說 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保障通過 我們的防水災板做好 我們如果說 正經說 萬分二行 這個水做這麼多 像八百水災 水做這麼多 喝水也沒辦法 水體育 我們趕快把我們的家園做好 或是說 稍後倒去 這個我們趕快扶負 或是說把這個本所清清好 當然這個環保橋 或是說水利橋 都會到三天 來這個重新 讓這個家園趕快恢復正常 我們的人 可以重新過著正常的生活 這是說我們自主防災最重要的目的 是 剛才我們說到這個 自主社區的這個防災 居長有說過嗎 說我們台南是有四十五個社區 對 然後有十七個已經得獎 那麼這些成果同仁 很封鎖 有些社區 看人家在做 他們可能也開始 想要也要加入 如果他們想要加入的話 他們需要怎麼樣來申請 靠我來申請自主防災社區 是 剛才我們說過 我們要加入自主防災社區 就是說 要有三個條件 當然這三個條件 他們要來 喔 這大家都很歡迎 我們會去 派網去Food 就是說 最簡單的 就是說 你應該要看這個水情APP 不然我們手機要看 我們要看水情APP 要給你下載 再來就說 你應該要跟別人聯絡 我們連線 是不是跟小洪教連線 還是跟水里教連線 還是跟環保教連線 這都要 再來想要這個水情APP 有一個好處 你可以跟你的家人連線 就是說 你的小孩可能在台北 他可以透過水情APP 他會知道 他會知道 有安全嗎 水情APP很常會在這裡 我們輔導 就是說 我們這個佔好的東西 我們要來使用 這是第一點 再來就說 我們有這種問題 以外 我們也是說 要教育 你如何使用這個問題 教育以後 他來會後 再來就說 我們那個 剛才說過 我們要撤退的地方 我們也是要去準備 我們再來說 我們這個屬先 就是說 我們紀元有這個心 要來成立自主防災設施 所以除了說 我們的教育分聯以外 我們自己也是要有準備 不怕人 就是說 我們要撤退去什麼地方 所以我們要去接洽 學校要給你 不是說 李弘的照片 學校要給你打 是 還是說 李弘的照片 要給你打 所以這都是 首先要去跟別人接洽 大家先說好學衣 我們就是要準備一些食物 水 或是說 睡袋 或是說 有一些慈善團體 做一些隔間 是 所以我們 我們人家 去避難的時候 總是可以 比較有重點 來過這個 過這個 這個水災的時間 是 所以我們這些都傳好了 我們就是說 這個自主防災設施 它就成熟了 成熟以外 我們就要穩算 要穩算 就說來訓練 大家自己說過 總是要訓練 不然你鄉鄉來 五頭商業 還要緊張下去 對 還要緊張 所以我們就要訓練 一百個 兩百個 三百個就訓練 說 你這個有大水的時候 我們去看APP 我們要走下去 要去美的地方 有這個東西都傳好了 這個自主防災設施 所以就成熟了 是 我要請到局長 就是說 剛才局長一直說 我們的水災APP 但是有些中部的時間 尤其那 我們如果做水災的地方 好像都比較偏遠的地方 那些居民 都是中部嘛 他們那個對水災APP 這個 他們會喔 所以這個要教育訓練 所以就是說 我剛才說要教育訓練 我們就跟他說 你按這個畫面 點下去 還點第二 點下去 就知道 這個河的路 第三個點下去 意思是 是不是它不漂亮 哪裡不漂亮 他都會三個 我們就用這個畫面 點 這部你點這個 第二你點這個 第三你點這個 那來那個警戒的時候 我們的警戒 我們的頭人 我們的社區的主委 還是我們這個 輔助這個 這個自主防災的這個人 他就廣播說 我們這個社區 我們可能還有三點 或是五點 或是我們這個地方 可能會淹水 要請我們社區 我們來準備 我們的重要的東西 我們就要看一看 我們幾點 我們會讓大家 撤退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就是自主防災設計的行程 不要說老大蠔水 再廣播對自己去救 這就很麻煩 因為 就是說 像我們住在市區 尤其是我們有時候 剛才在高樓大廈 對這種做水災 我們感受比較沒有那麼深刻 因為畢竟 我們剛才在高樓大廈上面 水災營不到 營地都是 這裡比較偏遠的地方 我知道 或是我們一些 我知道了 那些好像都是 長輩住的地方比較多 所以他說 我們局長在說的 水災APP 它的設計應該也是很 很簡單 讓長輩 他在使用的時候 會很容易就能夠進入 不然 有很多長輩 他們拿到現在的智慧手機 有時候他們都頭好痛 不知道要怎麼使用 但是我們如果說 把它學會之後 對著我們自己 就是保障我們自己的安全 我們也可以方便 像剛才我們局長說的 說 連住在 那個 北部 環西 剛才在國外的 那個 年輕人 就是說我們家裡 四歲 你有時候關心家庭 自己家裡的白毛 你有時候看這個 水災APP 他也可以透過這樣 對 這個軟體來了解 會家裡的狀況 是 所以 我們現在已經科技化了 你如果看AI 讓人家 暢通 現在AI這麼流行 我們這些民眾 大家可能都要 對這個 手機 或3C的產品 稍微 進入這個狀況 這樣可以 銜接 是 那麼我們說到這個 房災社區 剛才我們說到一些獎勵 剛才我們局長有說到 我們會有獎金 那麼我們 在這方面 我們還會有什麼 其他的獎勵 還是說 還有其他 我們要補充的地方 是 我們剛才說到 其實我們自主防災社區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安全 這個獎金 是說 讓社區 可以買更好的 或是 這個獎金不是說 來分給大家 這個獎金 是說 我們自主防災社區 可能是要的一些設備 對 或是說 我們要避難的時候 我們可能可以 做一些比較好的東西 或是說 我們要住 住比較好睡 這個都是要錢 對 例如說 米牌 或是睡袋 或是說 銀水 或是我們食物 其實都要錢 當然時候我們也會補助 但是 總是我們自己 扣自己 我們如果有這個獎金 就不用扣別人 我們用這個獎金來 就讓大家很舒適 是 所以我們一年 就是說 差不多 五月到十月 十月 這幾個月 是我們 比較有飲水的時間 我們這個時間 多過 就安全了 所以 我們這個獎金 其實是一個獎勵性 我剛才報告過 就是說 經濟水利息 針對這個 自主防災社區 有獎金 我剛才說 總使社區 二十萬 二十萬 特優是十八萬 再來說 優斷是十五萬 一十月左右 是 我們剛才說 市長 加碼加碼再加碼 是 他就總使社區幾百 再來說 一萬 這個也是個鼓勵 是啦 這鼓勵啦 大家說 不要說 我們 我們普通室的宴延的時候 那也是要吃屏東啊 對 我們兩個都要扣別人 對 不然你說宴延 我們沒有吃屏東都吃了 對 所以這個 打氣 對 就是這樣 剛剛我們在講說 社區房災 就是說 這是相對區域性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要有這種 房災的觀念 是 就像是地區 我們什麼時候要地區 要地區 我們不知道 那我們也不是說 只有我們住的地方 它才會 有的地方會追災 但是有時候 你人也不一定在你家 也會可能去包圍了 那麼我要請教我們局長 就是說 一般喔 這個 水患的房災 每個人都應該有具備這種觀念 是 局長是不是 透過今天的這個節目 給我們的鄉親朋友大家 對這個房災的這些嘗試 就是有一個概念 是 主持人說得很好 其實這個房災的事情 大家都要有 尤其我們 現在通常出外去上班 你如果說 首先你就知道 用這個水晶 知道這個水晶 今天這個樓大 我們就要 最沒了也要炸一下好爽 對對對 最簡單的說 你不會惡就好 再來說 哪裡會積水 我們開車的地方 我們就要稍微煎一下 不然你 開車開那 頭前擠水都不能過 就在這裡 就延遇你的上班時間 這也不好 再來說 你本來停車停的地方 可能會喝水 你現在要快開車 趕快移走 不然你車子就浸水 就要了一句 所以這個房災的資訊 其實我們 我就說過我們台南市 是低發地市 所以我們大家都有 一個房災的觀念 對 我們說 最沒了也說 要出門之前 看一個氣象預報 說今天 到底有梅雨季 有在成功嗎 還是說 鳳台不來 有這個強將雨 會很久 我們的氣象預報說 一天的將雨量會 兩百三百 喔 我們就要心來優勢 對 當然有很多網友 就說在敲碗 老大 市長可以跟我們 今天不用去上班嗎 這網友這會敲碗 這會敲碗 就是這個 對啦 當然這也是 市政府施政的一個很重要的意見 咦 我們也是要我們的市民 很安全 所以市長說 鴻台旗艦 他也很困惹 所以 每天鴻台落後 他送去幫忙 他都打電話給我 他說 鴻長 你要看 這個 今天 火龍會發大 要喝水 我們就要做應變 我就說 市長我們要做什麼應變 什麼都要 對 再來說 我們這個 他可能會把 教育局這邊討論說 我們現在這個 火龍這麼大 是不是 我們的市民 上班的不方便 還是說 我們小孩去上班 路上有危險嗎 是不是 會參加一些問題 是不是要上班上課 這個市長很重要的一個資訊 對 所以說 我們這個 每一個人都要有這個 這個 這個水情觀念 我們前任的局長 來上節目錄影的時候 那一天剛好 外面在下大雨 我們裡面在錄影 然後 因為他錄影的時候 關機 結果他錄完影的時候 點 起床的地位 很難 因為 就是在關機那個 下雨的狀況 是 現在 這個科技這麼 這麼先進 在補那個氣象 我那天聽到一個 這個廣播 他說 哪個地方 在下雨 然後他連幾點幾分 下到幾點幾分 都說得很精準 是 我說 現在真的是科技太發達了 所以我們靠在這個科技的發展 我們有時候就拿一支手機 我們有辦法去了解 這個水災的這個狀況 可以減輕我們的這個 傷害 最好指導 我們跟我們三個位 要跟我們相親民說 我跟我們報告來說 現在是我們的防線期間 所以我們 好要我們市民 這個期間 要保持這個 隨時注意這個氣象預報 對 隨時注意這個水情 我們 相當來說 我們家裡有時候大人 也是要交代 對 你老婆不要出門還是什麼 是 如果說要出門 一定要出門 也要注意 對 交通安全是要特別注意 是 今天很感謝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們主理 又邱聰川局長 來跟我們鄉親媒婦 我們說到 在使喚自主幫在這社區成果 感謝局長 謝謝局長 是 謝謝 謝謝你們支持 謝謝 感謝我們鄉親媒婦你的收看 台南鄉親走 我是問我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